刚刚这几天,伦敦的Kings College 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做了一个医学研究 发觉原来新冠状病毒的病人 很多都有皮肤的病征 在疫症爆发初期,大家都知道 冰荒马乱的时候,大家就留意到 咳、发烧、气喘、肺炎等病征 有时未必留意到其他比较 minor 的病征 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研究,就发觉 皮肤的问题,在新冠肺的病人身上 都绝对不少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这些引起肺炎的病毒 都会影响出疹 但其实想真一点,并不是很奇怪的 大家要知道,个类性病毒引起的疾病 很多时候会引发身体免疫系统的反应 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过类性病毒的感染 例如麻疹 除了会引起咳、流鼻水、眼红、发烧之类之外 都会影响出疹 既然这个COVID-19都是病毒的感染 所以它引起一些皮肤出疹的问题 其实应该都不是意外 这次伦敦的Kings College 做这个研究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就用了一个Apps来做研究 即是说有一个Apps叫做Covid Symptom Study App 即是说它就用这个Apps 你安装了之后 你就可以将自己有关新冠肺炎的病征输入去 然后研究员可以收集你的资料去做研究 看看这个病究竟有什么病征 比如在今次有关皮肤的研究那里 如果皮肤有问题的话 可以拍照去研究员那里 研究员就可以找皮肤科医生 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是属于什么的诊 这样将它分门夺类 在2021个做过这个新冠肺测试 而是阳性的 即是说真的证实了有新冠肺病毒的人身上 有8.8%的人是有这个皮肤的病征的 即是说有178个人是有皮肤出疹的问题的 有138个人的诊就出在身上 另外那62个人的诊就出在手指和脚指上 那好了大家留意了 其实它基本上有三大pattern 即是有三种诊是最常见的 如果大家真的发觉自己无端有出疹 尤其是加上有发烧咳的话 那就一定要非常之小心 要去看医生 那第一种呢 就是红红的 主要就是平的 但是偶然有些地方都是凸凸的出来的 这样的诊 那这种呢 就占了40%多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风烂型 风烂大家知道 就是好像蚊烂那样 有大有小 它有少少浮起了 有些会红 有些就是皮肤这样的颜色 那这种呢 就占了20%多的 最后一种呢 就是好像冻伤那样的样子来的 就是有些红肿 香港很少见人冻伤 但是那个样子 就好像这个图那样的 有差不多17%的人呢 就最初的症状呢 就不是咳 不是发烧 反而就是出疹的哦 那也都有呢 就大概21%的人呢 就都几多哦 五分一的人呢 就出诊呢 就是他们患上新冠肺 唯一的病征来的 那有些人听到就会觉得 哇 你靠客吗 就是已经够惊了 现在说出诊又会新冠肺 那就是持平点说吧 老实说呢 他这个用apps来做测试呢 其实有他不可靠的地方的 因为就是 比如有些人可能不玩东西的嘛 就是我乱这么报那些症状下去 比如我儿子出水痘 我拍了他出水痘的照片 然后呢 就当是自己出诊 寄了回去的话 那这个资料会错咯 那还有再者 下载这些apps的人 通常都是年轻一点的人 很少六七十岁以上的人 下载这个apps 所以呢 其实呢 就未必很准确的 我觉得公道点来说呢 大家应该要了解到 新冠肺是有机会引起 这个皮肤出诊的问题的 如果你真的无端端 皮肤出诊 尤其是呢 加上有那些新冠肺的那些 classic症状 就是发烧啊 咳嗽啊 还有没有美国的话呢 那呢 就最好呢 就去看一下医生 等他呢 评估一下你 等他呢 帮你决定呢 做不做测试 那就最理想 不要自己吓自己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请你点赞啦 留言 还有呢 就订阅我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